Nio的劉斯基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敗戰敵人 這場比賽是特殊賽事 稍微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實在太特別了 就要來稍微播一下 一開始這個金是比較少一點 我像阿拉伯有一個主金 然後外面野金都是這個量 所以也沒有主金的關係 所以你已經勢必要到外面去發展 獲取更多的黃金 那地圖的中間這個地方是有一個河爐在的 那這個河爐是可以吃到三萬肉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能控制到中間的這個魚群 你就會吃到天荒地老 吃到你打到遊戲結束 多可能還有在此 那一樣一開始的漁港 可能還是會先蓋在這裡附近 因為這裡一開始就有這個海濱魚群 分明蓋完碼頭之後 還可以直接在這邊捕魚 那如果到遊戲跨到封建時代的時候 可以在中間再補一個碼頭 可以讓你的戰船離敵人的碼頭 更近一點之外 還可以讓這個捕魚的這個 來回港口的距離縮短 所以前期這個河爐 是比較重要的一個 搶奪資源的目標 那我們先稍微講一下文明的一個特性 西班人是這次改版中 這個他的關鍵單位 有被Nerf 被削弱了一些 他的西班征服者 本來是二遠法 現在變成一遠法 這個改動其實是非常的痛的 因為以前工兵的路線 打這個西班征服者 還有可能會打不贏 那現在工兵打西針的話 那個傷害就會很明顯 比較有這個Counter的味道 而不是對方的這個西針一直在甩槍 去射爆工兵 而是工兵的這個射速 反而有點可以反殺 西針這個單位 那西班人這次改版 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能力 就是每點一個科技 都會增加20黃金 不管是點這個伐木科技 或是模仿科技 不管是什麼樣的科技 都可以增加這個20黃金 所以西班人前期 可以利用這個效果 去打一個裝甲棒棒開局的時候 是不用挖黃金的 反正研發一個科技 就有20黃金 所以就不用再多挖10黃金 去補一下三棒棒轉甲的一個打法 那我覺得西班人這次的nerf 算是有點受傷的程度 那再來就是他的這個 這個招翔路線 變得很強了 終於有這個西班人傳教師的感覺 都有點把這個西班人的重點 改得比較OK一點 那他的銀罐呢 變成說可以增加生理的招翔距離 有多1喔 那除此之外 還可以增加這個招翔的速度 所以西班人喔 變成全遊戲裡面 招翔速度最快的文明 那西班人後期喔 這個能力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來說 是非常好用的 像是要招翔對方火炮 或是投石車爐炮 都是一個相當好用的存戰 在團戰來說的話 可能西班人 算是首選文明之一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他敗戰體能 敗戰體能 但是是改版並沒有太多的改動 但是他有獲得這個軟甲技術的關係 所以打步兵路線稍微增強一點 但他步兵依舊有個問題喔 就是沒有三攻了 所以敗戰體能喔 大部分時間還是不會打步兵線的 頂多出個垃圾兵 集兵去戳爆對面的吧 之類的 那更多的是喔 敗戰體能還是會打這個速地打法 那為什麼敗戰體的速地打法 非常熱門呢 是因為他的帝龍時代有這個大量減免費用 只要600多了喔 加上少量的400多黃金喔 就可以升到帝龍時代 比其他的文明喔 快上很多喔 所以敗戰體能喔 往往神堡時代喔 不會打3TC喔 直接單TC 然後速上帝龍打法 是更多見的一個方式喔 那敗戰體能的話 這個打法上帝龍時代 要打什麼呢 通常都是打強弩 那強弩這個單位喔 是比較難解決掉的 如果對方沒有火炮或是投石機的話 是很難一次解光的喔 而且在強弩的情況下喔 連對方佔毛兵也是很容易解掉的 所以西班牙人喔 這邊如果是打西陣路線的話 很容易會被敗戰體能喔 這邊直接Counter帶走 而且我們剛剛有說到 西班牙的西陣這個單位喔 遠方已經是 又減少1了喔 所以如果敗戰體這邊打強弩 一定是 屌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好那承恩中心這邊就去 點一下封建實彈 那西班牙人這邊是決定要打一個 27P直城 然後蓋城堡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教學喔 之前我有拍一支影片喔 那可以到那個 影片的 我的影片首頁的下方喔 有這個播放清單喔 裡面就有這個教學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這個打法到底怎麼打 讓你上城堡直城 可以迅速蓋下第一洞城堡 出你的專屬的寶兵單位 好那承恩這邊很標準喔 以上封建實彈 馬上在中間補了一個漁港 那這邊也是按下了碼頭的火蒙桶 火蒙桶的話這邊 黃金數量最好是在補到5個人喔 5到6個人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將雙碼頭出這個火戰船 會比較OK一點 數量比較容易累積起來 但是西班牙這邊似乎是沒有要出戰船喔 可能是要直接放棄喔 中間這一塊 河魯的這個採集拳喔 很有可能喔 西班牙人是直接打直城 然後要來吸增喔 直接變光這個河道 因為這個河道這個青苔出是可以走過去的 所以要打對方戰船其實也蠻容易的 那我覺得西班牙這樣打確實也比較好 雖然上城堡時代會稍微偏晚一點點喔 但至少這個西班牙出來之後 可以很有效的搶下中間這一塊的捕魚犬喔 好那這邊直接被壓了回家 這邊出了一艘戰船配上火魔童 做一個壓制漁船動作 那這邊漁船就會雙雙捕 那這邊補好的魚喔 這個魚肉就可以很自然的送到這個碼頭裡 近距離直接放魚肉 讓自己的採集食物的能力更好一點 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那西班牙是很標準的打出了一個25匹直層 25匹直層他好像是不能蓋城堡的 但是他的看經濟配置喔 是比較尷尬的 他這個肉量可能會不足以喔 讓他升到城堡時代喔 所以他這邊可能會斷村一下 然後再上到城堡時代 那除非他這邊靠買賣 就有可能就不會村民 那目前看起來喔 有可能是肉不夠 上的 好這邊肉800肉 掉800肉才可以點城堡時代 可以嗎 肉類的攻擊數不太夠 鴛魚船全部爆開了 肉不夠 欸這邊直接買賣一波 欸果然還是賣了一點石頭 那還是 這樣還算是不是很虧啦 賣一百石頭 然後趕快去補石頭 他會上城堡時代 一上週就可以點出這個西陣喔 效果就會不錯 那西班牙這邊買賣一波上去 直接先點了一級伐木 那巴南堤這邊 算是比較正常一點的開局 並沒有用買賣的方式 而是正常的採食物 採到了城堡時代的支援量 好那城堡是大概一道 這邊西班牙標準的 蓋下了自己的城堡放在家裡 那這邊城堡放的位置 相對保守 是在這個主經的 稍微後方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的好處 是可以守到這個黃金礦兩處之外 TG這個部分 也可以稍微守住 可以守到這附近農地也是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都會比較鼓勵喔 大家如果要打寶兵的話 第一棟城堡最好是蓋在自己家裡附近 不要蓋太外面喔 很容易被直接拆掉 例如衝車一波流啊 或是奇怪的打法漏過去喔 然後只有自己家裡BBQ 什麼都守不著 反正就很危險 所以你寶兵的數量要成型喔 是比這些射箭場啊 或是馬舅的數量 是很難堆疊起來的 所以城堡的數量保存 是打寶兵的關鍵 好第一隻吸針走出來 好吸針這邊射程四六射程喔 非常的遠 要來射這些魚船喔 是綽綽有緣 我還看射一發 很痛12滴 而且西班牙征服者喔 還有這個18%攻速加成 所以本身西班牙人是火氣攻速最快的文明 所以在之前的版本喔 西班牙人出西陣的話 即使你出公兵喔 也很難 counter掉 對手的西陣喔 你出戰寶兵也有可能被打回去喔 出奴兵也是喔 但是現在這個版本喔 你只要出奴兵數量真的夠多的情況下 再搭配拇指皇 你一定是屌壓對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改動對西班牙來說 是蠻重的一個 nerf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你們覺得可能剪音坊好像沒有很多 但其實剪音坊真的差很多 這就因為找西班牙征服者 吃到TC的傷害也會多一喔 所以他在騷擾的一些方面 或者是遇到劍塔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好的保存防律的能力喔 而且遇到奴兵阿 戰毛 都是一個非常痛的一個打擊 所以這次為什麼 很多步兵文明 都有這個軟甲技術 就是要來增加遠防的一個能力 讓他們知道遠防的一個重要性 那西陣這個單位喔 騎死三隻就可以直接射死一隻村民 只要三個人都沒有套槍 打歪的話 通常是可以直接反擊成功的 這邊稍微射一下戰船 你看有時候還是會射外 這就是火器單位的一個問題 但至少 中間這個 河魯 是安全的守下來的 那西班牙這邊喔 可以稍微貪心一點喔 若是我的話 就想要來這邊蓋個碼頭 開始來捕魚喔 反正我現在有犧牲 有這個主動權 去外面蓋個碼頭捕魚也不錯阿 好 大外石頭繼續挖 這邊再下個城堡 控一下金礦跟石頭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班人體這邊標準的打出了奴兵 配上聖女的打法 這樣的話可以康克對方騎士喔 也可以招搶對方的吸陣 那奴兵數量異多喔 還可以反擊掉對方的吸陣 所以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個組合打法 那這邊班人體喔 比較特別的是 他打的是雙TC開農 那也有可能喔 會直接打出3TC農上去喔 就正常式的開法 也是有可能的 那西班牙這邊 反正是單TC 還在繼續打 並沒有開出其他的外TC喔 這樣對吸陣的這個開局方式來說 是稍微有點風險的 因為那吸陣喔 最主要的目的喔 就是用你的火槍喔 去痛擊對方村民喔 打出一些經濟差距啦 但是你的吸陣一直沒有去跟對方交換喔 然後讓對方的奴兵直接壓到你家的話 你又沒在農的情況下 很容易經濟差距就會被打出來了 就是你玩吸陣的時候 打吸陣是需要注意的一個重點 因為往往這個細節 是很容易被人家遺忘的 好那這邊 由於工兵數量不夠多 但是你看這邊少量的奴兵 對上吸陣來說傷害是很高 所以你看這個是 那幅真的可嚴重啊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隻奴兵直接換掉了五隻吸陣 你說這樣會虧嗎 其實有點 六四開吧 好 吸陣的這邊是六 那半分只有四喔 那以前是七三開喔 至少喔 已經平衡了一點 打這個吸陣傷害很高了 而且你要想這個是建立 在吸陣是有惡防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出這麼好的一個差距喔 就知道這個工兵喔 打吸陣終於有一個大幅的強化了 所以西班牙真的是nerf喔 所以不要再 不要再 不要再下面留言說 西班牙沒有nerf只有爭強 有他 他nerf真的是nerf很多 可能你們沒有感覺出來而已 我們常常在打西地五人喔 真的會覺得這差異防真的差很多 好 那半男提人這邊可以選擇的打法 有強弩跟戰矛還有三流 那奇兵單位是完全不考慮的喔 那有人會說 欸為什麼 我看其他高手也會打駱駝啊 對 有些會不會打駱駝 但半男提人雖然也有駱駝也可以打 但工兵路線我覺得是更好的 畢竟他已經被nerf掉這個遠防喔 所以現在出工兵 確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自身壓力也會比較小一點 你出駱駝的話 雖然有減免費用 但是 你的用途喔 就是直接去追對方的 欸 吸增喔 如果你要有侵略性一點進攻的話 還是要打這部奴兵喔 會比較給對方有壓力一點點 而且出駱駝還有壞處喔 就是對方喔 是西班牙人喔 所以可以出這個 騎馬的 生旅喔 也是騎馬 騎鯉子才對喔 騎鯉子的生旅喔 燒你的弱蟲 就會很麻煩 對 這邊敗艇打工兵配僧侶 我反而是覺得是不錯的 但這邊他沒有繼續往前給壓力 我就覺得不太好 這邊 看看看到下面自己的僧侶被砰掉之後 反而是要回救喔 如果是我的話 就想用家裡的奴兵喔 去防守就好 然後這邊直接入行個一波 把這個城門打進去喔 盡可能的喔 去讓對手 來 拉他的西贈 來跟我回頭 正面打這一坨奴兵喔 反正他的西贈被 對上工兵的傷害變高了 他來跟我對打 絕對不會是我比較劣勢的 反而他會有點虧喔 而且戰場開他家裡 就代表我家裡可以更濃的更安心一點喔 所以 霸凌亭這邊打的 其實算是小小的有點 保守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打得更激進一點喔 現在西班牙就是類似於我的打法 就是一直想要把戰場開在他的家裡 不要來我家 煩我 趕快回救喔 不要一直來我家這樣子 那這邊班牙齊可能意識到這一點喔 他覺得還是要前壓一波 當然西班牙這邊我覺得大部分時候 遇到奴兵喔 還是不會正面對打 攻速上本身就是火氣比較慢一點 奴兵會快一些 對西班牙的B戰會比較好 繼續做一個騷擾進攻 那班牙齊這邊的人就是要一直去打強 強攻勢的打法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工兵直接射 但沒有彈到血 欸 可以射死了 那工兵的數量其實有點多囉 22隻 那20 我記得是25隻還是20隻吧 20隻 應該是20隻啦 只要20隻的工兵齊發射同一隻騎士的話 兩次齊發就會射成一隻騎士了 所以20隻這個數量 其實對西班牙的征服走 是蠻大的一個壓力 那這邊他知道裡面有城堡 而且這邊建築學其實圍得還不錯 如果要直接走進去的話 會吃到TC的傷害 還有這個城堡 那走兵也是不太行 那可能班牙齊覺得這邊有自己的奴兵主力 沒辦法做到騷擾 所以可能回舊會比較好 那確實現在如果以這個局面來說的話 現在回舊是OK的 那這個15點可以點帝王時代 趕快點 那對方西班牙的征服者 已經上到帝王時代之後 點下品種 加上工兵練甲 其實算帝王時代的時間算偏早 那這個品種跟三 品種來說算是蠻晚點的 如果你在城堡時代 需要打西班牙的征服者的時候 不然你一開始出4到5隻 就可以去考慮先點品種了 因為血量加到10隻低血 這個能力是非常大的一個征服 那西針過來再看一下能不能 放到一些村民 但是這邊有城堡了 你看這個城堡射西針 還是很痛啊 明明有三房了 但是打到插邊球 還是有點扣血 那由於還沒到帝王時代班牙提 是有點瑟瑟發抖 但是川民宿是班牙提稍微領先的 那這場比賽算是給1500分的玩家 一個 算是借鏡嗎 因為他們的實力 就是有點像是 类似1500分左右的玩家 所以並不會太難選 所以你就可以看我參考 遇到西針該怎麼打 然後還有如果你是西針的話 該怎麼應對對手 那我覺得這部影片 算是蠻有 教育性質的 那西班牙這邊 直接單TC 農到地龍師蛋 巨型投石一開始出 那班牙提這邊 可以考慮出一點 騎士 或是投石車 去做一個反制 但這些投石車 我是不太建議 因為投石車的部分 是沒辦法擋住 吸陣傷害 吸陣打投車的話 傷害還是很高的 這邊也點下帝王子彈 直接放進去 這邊要打進去其實有點困難喔 攻兵雖然有點多 但這邊班牙提想要等強弩好之後 才跟對方吸陣硬打 那班牙提待會遇到巨頭 當然可以出化學 然後轉出火炮來 反制一下巨頭獅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巨頭也可以打吸陣 這邊我們燒一下樹下 有點兩邊絕對不會打起來 這邊誰打起來 誰就是白癡 他們都打到這個比賽裡面了 通常實力不會太弱 都知道該怎麼 去轉出自己有優勢的一個打法 好 打到了三幾分鐘 臭名樹只有76吋對58吋 兩邊打得算是有點 不太會農 可能我們頂尖的選手 看態度了 看到一般玩家的一個打法 反正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但我覺得反正這種正常的分段影片 可以了 可以學到一些更多細節 因為你們可以在這分段 知道對方 不會有什麼奇怪的打法 或是一些正常的打法 或是他這個打法會有什麼缺陷 就會去針對 像對方西戰這樣打 我們剛剛就說奴兵就可以一直潛壓 但這邊潛壓 援有城堡還有建築學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那也可以反映出 西班牙的也是有意識到這一點 就好像講得太複雜了 其實我不太希望把這個遊戲講得太複雜 但如果不講得太複雜的話 就會覺得這個遊戲好像沒什麼料 聽的人可能會覺得 欸這個遊戲好像蠻簡單的 其實這個遊戲裡面有 比較更多的是這種心理博弈的部分 尤其是在單挑的情況下 團戰的時候有時候就是比較娛樂一點 就是我就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然後直接弄起來 開稿 插劍塔 或是寶兵開A 之類的 就比較直觀一點 但團戰來說心理博弈的部分 是更多一些 你看這邊我壓力在的關係 所以西貞不敢直接上去硬點 盡可能的能避戰就避戰 西貞就是這樣子 好 好火砲砸一下 砸到嗎 欸殘血了 OK OK 直接砸掉 城堡血量有點多 因為半人體的建築血量是有增幅的 所以城堡啊房子喔 這些建築血量都非常多 所以半人體是更適合用一般的建築 去當圍牆來使用的文明 那TC爆的部分的話 我還是比較推薦玩這個 波斯喔 波斯是雙倍血量 但半人體喔 是隨著時代的血量變多的 所以在一開始喔 這個優勢喔 並沒有像波斯這麼好 好那G型頭司機 還是可以拆掉這棟城堡的感覺 火砲雖然解掉了 但是第二頭石頭過來 唉唷守住 雖然300D直接把血量來了回來 但是西陣這邊依舊殺不進去喔 這有點可惜喔 如果是的話 我就想要站這個位置喔 直接開瓶房子 然後A進去 當然如果A進去的話 對方半人體就會回救 那這個就是比較標準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喔 一直有看到對方半人體的 西陣在的關係 所以這邊奴賓還是先回家防守 兩邊打的真的是 偏濃 不是偏濃 偏保守 好 這邊強奴趕快補一下 這邊還在弩兵 好 西陣過來 被射個一波 被射到屁股尿流喔 炸得要死 還不是強奴就只能被壓著打 攻變數量來到50隻喔 非常誇張 好 那西陣看到對方出強奴的話 其實自己也可以轉戰毛兵喔 因為西陣本身喔 就是很適合打垃圾兵喔 還有這個 三級房 跟三級弓 還有三級的弓兵射 還有三級的弓兵射 弓兵鎧 都有 所以打這個級兵啊 戰毛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西班牙人本身弱點並不太多 而且他還有遊俠可以用 到我後期喔 這個西班牙人的遊俠 反正是重點 西陣反正是為輔的一個單位 所以西班牙人如果這邊要趕快打贏對手 敗難挺的話 這邊可能要考慮轉一下遊俠 當主力反殺一波會好一些喔 不然自己要轉出一些火炮 打一下這個 強奴了 哇這個強奴射得很爽 村民全倒光 西陣終於站過來開A 因為看到強奴在自己家裡 這邊有沒有 這就是我說的心理博弈的部分 你搞我我就搞你 互相搞來搞去 南上加南 左右為南 好難好難 男生大漢 好這邊 投車過來 直接硬拆城堡 那西班牙人直接走進去 開BANG 但是這邊吃到城堡的傷害很痛 血量爆血 這邊直接走不過來 聰明也直接四處逃竄 這邊可以再開個洞 好射進去應該沒問題 好這邊進去 這邊拉了一條石牆想要來封鎖 但沒有辦法 對方射破木牆書太快了 直接來開BANG一波 但是家裡的牆母慢慢出來 還轉出了戰毛兵 那西班牆人也轉出了自己的重裝騎士的身腳 但家裡就被巨頭和火炮 無情輸出當中 但家裡在對方家裡的吸陣 也快要被解完的感覺喔 一直被城堡還有TC射 還有這些少量的奴兵跟戰毛兵喔 讓這個吸陣數量越來越少了 這個檢驗房真的差很多 哇很有感 真的很有感 好城堡掉了之後 強路直接往前A 西班牆人這邊完全不敢打正面 要轉出遊俠還有一段距離 但需要遊俠的話是要大量農田了 那中間這些農田已經被踩了過去 完全不能種 沒有更多的土地可以種田 這就意味著西班牆征服者 只能在這一帶就結束了 遊俠可能會有點難產 好這邊有一些中東騎士產了出來 三坊已經好了 攻擊力沒有點 數量上給他想要續一個數量起來 再做反殺 強路的一個想法 但站在之前 自己的TC可能會倒光喔 雖然這邊吸陣已經全數送光了 西班牆庭這邊的村民數 並沒有太落後 TC還是可以繼續產這些村民 把自己的人口數再繼續領先的一個地位 好強路繼續壓力 但西班牆人不能用西班牆打 你一定要重裝騎士 這邊有機會反打回去嗎 直接看不懂西班牆要怎麼打 這邊強路不好解 這邊直接打錯了 連嘗試都不想嘗試了 騎士只有11隻 但是農品已經快到死屋歸零了 這邊再移過去 還要再蓋下更多的農品 再重新農一搏其實不太可能 這個就是敗戰艇 這個強路 帝王打法 那西班牆人確實遇到強路 真的是毫無招架之力 直接被射爛 而且還被TC射得很痛 真的很麻煩 所以西班牆那幅那一點防禦 真的是不容小店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沒什麼意外 拜登庭這邊是有小小幅度的領先的吧 拜登庭這邊 木頭贏了快5000 黃金2000 而且勝負是5個 那15的話是由西班牆這邊小幅領先一點點 由於西班牆這邊是沒有TC 前期是單TC開弄 所以村民處一直落後 這邊使用強路跟西陣的對比 就很鮮明 完全是被壓著打的 西陣完全都在避戰 因為如果他不避戰的話 一跟強路對上 或是弩兵對上 打起來通常都是西班牆人會輸 通常 那我覺得西班牆這邊 中期要轉出戰保兵 去稍微克制一下對手的強路兵 會比較好 比對手轉出一些駱駝 或是 轉一些奇怪的兵來打手 自己才可以再用自己的西陣 去做一個很好的壓制 那在那之前 西班牆可能還是會被強路 壓在地上打的情況上 會是比較多一點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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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